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中信有聲雜誌》本期主要看點有 艱難歲月裡的無礙 客女人生 小雞的故事 為什麼說我是一個罪人 你有恐懼嗎 歡迎你收聽、收看《中信有聲雜誌》 讓我們和你一起反省人生 否釋問題,並且探索出路 《中信有聲雜誌》 艱難歲月裡的無礙 作者 黃歲月 我父母都是基督徒 1945年 爸爸到瀋陽自己的工廠裡處理生意上的事情 結果,沒想到會失去聯絡 音信全無 媽媽帶著我們兄弟姐妹幾個 還有保母在家 當時最大的哥哥才只有十二歲 最小的弟弟還不足兩歲 接著下來,我們家的房子被人徵用 一夜之間變得無家可歸 媽媽在吐告中帶著我們這群小孩從大年到農村 在別人的幫助下,找到一間不足二十平方米破舊不堪的小房子 媽媽是一個讀書人 不懂煮飯,不懂管理家務 連麥子和韭菜都分不清楚 生活環境和以往落差很大 但是,我不記得媽媽的臉上是會有壽容 她在艱難中仍然喜樂 媽媽經常唱的一首歌裡 有一句聖經的話 是出於詩篇三十九篇第九節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於你,我就默言不語 屋頂上的雅脫落了一大片 遇上颱風落雨的時候 礦上、地下都擺滿了盆盆罐罐來接水 滴滴凸凸的流水聲 和破碎的窗戶紙拍打的聲音響成一片 似乎是生活的交響曲 媽媽經常跟我們說 耶穌在我家裡 每天和我們生活在一起 她讀聖經給我們聽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人為生命勝於飲食 身體勝於衣裳 你想烏鴉也不中也不收 又沒有倉又沒有庫 上帝尝且養活他 你們比非料是何等的貴重呢 我們全家睡在一個礦上 姐妹四個蓋著一張皮 八個人將一個小礦填滿滿當當 嚴嚴實實 每天晚上睡覺前媽媽都會帶領我們討告 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向上帝認罪 向上帝承認在這一天當中所做的一切壞事 打架、說謊、罵人、窒道等都要在上帝面前認罪 媽媽說 每個人身上都有兩個小人 一個是好的 叫我們行善 不殺荒、不疾道、不打架、幫助人 另一個是壞的 叫我們尊重壞事 這兩個小人 天天在我們身上爭戰 我們做完了討告 大家就躺下 這個時候就是媽媽跟我們講故事的時間 內容全部都是聖經故事 從創世記直到啟示錄 媽媽說的故事裡面 有些是我們高興得安慰的 有些是我們流淚的 我還會背一些聖經 累了一日的媽媽 到這個時候早已經根皮力盡 經常講講講就睡著了 我們這群董事的小朋友 正聽到慶頭上 怎會罷休啊 所以常想著各種各樣的辦法 幫助媽媽清醒 可以繼續跟我們講故事 春節到了 家家戶戶都很熱鬧 都在準備連夜飯 大年初一 人們穿著新衣服 互相拜年 問好 我們都很想出去看看 但是 媽媽叫我們在家 不准出門 記得那一年 媽媽做了一大煲 那些粟米麵糊 每個人一大碗都很香甜 但是 過了沒多久 就有人送來了連貨 有連糕 餃子 饅頭等 還有一些油炸的小點心 我們 豐豐富富地過了一個年 媽媽 不住地感謝上帝 將一切的榮耀都歸給祂 這年冬天 當地流行麻疹 由於沒有醫療條件 那些小朋友死了很多 我們在外面玩的時候 一陣聽說這家小朋友死了 大人都在那裡 豪淘大哭 一陣又是那家的小朋友死了 妹妹聽到這個豪淘大哭的聲音 我們就跑回家向媽媽報信 開始的時候 媽媽不言語 壞女麵 僅僅抱著不足兩歲的弟弟 後來 我們再回去報信的時候 媽媽就發怒 我們還很奇怪 媽媽做什麼事呢 後來才知道 當時弟弟都重病在身 媽媽抱著弟弟 不住地討告 那一晚弟弟的手腳都涼了 媽媽求上帝保守這個小兒子 用大能的手醫治他 不過要照著上帝的意思 如果上帝要將他娶去 就求上帝感動一些人 來幫助他滑土埋葬 東北素狗寒天 土地冷得好像石頭那麼硬 媽媽沒有力氣來做這件事 這一晚 媽媽不住地討告上帝 到第二天早上 發現滴滴冰冰的手已經開始有熱氣 她還以為是用自己的手摸熱的 馬上去摸她的腳 真的熱了 媽媽高興到不得了 不住地感謝上帝 是上帝救了我的兒子呀 還有一次 一個小弟弟自己在街上玩 有兩匹受驚的大馬 拉著一輛空的大板車 在街上狂奔 當街上的人發現路中間 還有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驚外的人親眼目到這輛車 在我弟弟身上飛了過去 但是弟弟的腳後筋 只是拆破了一些皮 連血都沒有流出來 大家都很驚訝 太稀奇了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多年 還在當地傳說著 還有一次我病了 拍著高燒 沒有錢買藥 當地的老鄉 說有熟的葡萄水喝 就可以退燒 媽媽給我喝了很多 那個水很難喝 但還是高燒不退 我躺在礦上 迷迷糊糊的 但是上帝的漢姑 讓我很快地傳遇 又可以落地玩了 在龍行的時候 家裡經常會有人來 聽媽媽講聖經 講上帝的恩典 記得有一次 媽媽用點著的燈 比喻的是太陽 用自己的拳頭 當成地球 在地上走動 轉動 模型太陽系的運行 講述春夏秋冬 和就夜的形成 講一個小芥菜 種子 怎麼掌成大樹 總而言之 從天文地理 花鳥如蟲 講到人體各種器官的傲備 深入淺出的知識 生動活潑 我經常聽聽聽聽 聽呆了 忘記了媽媽交給我的事 大家聽聽聽 亦都常常發出讚嘆聲和笑聲 我從此 亦都知道了很多 是我這個年紀 本來不會懂的知識 真是感謝上帝的恩典 最後 媽媽還語中心腸地告訴大家 你一切都是宇宙的主宰上帝所做的 並且 還用手 撕住自己的皮膚說 人的外殼 在世界上是暫時的 只有幾十年 最多一百年 就要歸於無有 但是 上帝很在乎裡面的生命 媽媽也都告訴我們 人生來有罪 我們總為了這個短暫的肉體 去犯各種各樣的罪 我和妹妹年紀相近 只喜歡吵架 雖然 裡面的我 想好好做一個上帝 所喜歡的孩子 但 另外的一個我 她總是做不到 為了一個小小的筆頭 為了搶錯一把椅 而和妹妹大打出手 現在想起來真是可笑 其實 這個 就是人的本性 媽媽 都經常要我們思想 有哪些事 是上帝不喜悅的 要向上帝認罪 認罪 就要改正 就要聽上帝的話 媽媽 經常用聖基上的話 來監察自己 你們 你們 要謹慎 無論是誰 都不可以 以惡報惡 或是給錢相待 或是代眾人 常要追求良善 媽媽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 都是以慈愛的心 對待別人 記得我們家 搬到農村之前 家中 有一個保母 做事粗心大意 在外面 也經常闖禍 有時 惹到別人 上門來告狀 爸爸因此 十分怒氣 有一天 因為她的粗心 還跌破了妹妹的頭 導致妹妹血流滿臉 爸爸很生氣 要馬上解固她 在媽媽的極力勸血之下 才留下了她 還有另一個保母 偷了我們家的顏餐具 被另一個保母發現 並且告訴媽媽媽 還帶媽媽到現場去看 媽媽看完之後 指出一個錯誤 緊緊跟她說 按著原樣擺好 不要再聲張了 我們家裡 有一個工人 負責管理院裡的花草 她一家人 沒有地方住 父母就把後院的三間小屋 騰出來給他們住 常年照顧他們全家 也經常把我們的衣 送給他們 我們在農村這個小房子裡 住了大概三年 媽媽說 這個小房子是造就人的地方 是我們與上帝親近的地方 每當我們想起童年 只有這裡給我們的印象最深 力度也是神跡歧視最多的地方 我們每一日都仰望上帝 以求上帝得到了上帝的大愛 看到了上帝的榮耀 以後的歲月裡 我們家裡回到北京 接著中國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 天災 人和 使得全國 餓死了很多人 幾年之後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 好像一個寵材一樣 摘向了中國大地 在飢餓 怨惑等各種患難之中 媽媽都堅持仰望上帝 聖經上的話 是她的力量和安慰 我在世寄居 素來以你的律例為詩歌 耶和話 我夜間紀念你的名 專守你的律法 我所以如此 是因我守你的分詞 耶和話是我的福分 我曾說 我要專守你的言語 我一心求過你的恩 願你照你的話連吻我 那些日子 我們都想用自己的辦法 來保護媽媽 當時 媽媽怕手裡的聖經 遭到抄家的橫禍 媽媽視她為生命的略 學喝了永遠不喝的水 於是交付給我想辦法 我住在大學的校園裡 抄家的事情 隨處可見 當我家樓下的鄰居被人抄家的時候 我非常害怕 恐懼之中 我將那本聖經燒了 當媽媽知道的時候 她流淚了 這一個是我第二次 見到媽媽流淚 我知道 我闖下了大禍 為這件事 我自責了很長時間 直到今天 雖然後來 我切法地為媽媽 再找到一本聖經 但是這件事 令我對媽媽有很大的虧欠 求上帝聯繫我 赦免我的罪 小時候 媽媽教我的聖經中 有一句話 你們奉我的名 無論求什麼 我必勝就 叫父恩兒子得榮耀 這一句話 我當時 不是那麼明 只是想向上帝 討厭物質上的東西 但是媽媽她說 你要向上帝求聰明智慧 做一個上帝喜悅的孩子 時刻警惕魔鬼的隱誘和試探 我們家裡有一個親戚是傳道人 說出來的話很熟靈 經常用這樣的說話來教訓別人 但是 自己的言行她好像一個法利賽人 媽媽曾經當面地批評她 你是怕人不怕上帝嗎 我也是頭一次 看到媽媽這樣不客氣地批評人 對我們 因為媽媽批評的時候 從來都是一針見血 她最不喜歡我們在背後論斷人 經常說我們就是見到別人眼淚有刺 又沒有見到自己眼中的涼目 媽媽還經常說我的脾氣不好 對人沒有忍耐 點火就著 所以她對我很不放心 每一次和她上街買菜的時候 她都和我說很多勸勉批評的話 有一段時間我和上帝疏遠了 本來從小就養成 吃飯之前一定要借飯討告的習慣 那段時間也不討告 拿起飯碗就吃 也都吞到下去 感謝聖靈的光照 我逐漸見到自己裏面的不配 和虧欠 向上帝認罪 求主加我力量 所以直到今天 每逢討告的時候 我總是向上帝討要聰明 智慧 讓我是這個邪惡的世代女 聖靈給我添加力量 不被迷惑 走在主的真道上 記得我們學校要遷到安徽的時候 媽媽對我很不放心 對我說 於是要多些與上帝交通 要倚扣上帝 仰望上帝 我帶著那些小孩回家 和媽媽告別 臨走的時候 她出門送我 我記得 她穿了一件很舊的 中式大襟衣服 我抱著小朋友要過馬路了 叫媽媽不要再向前走了 因為她的腳不好 她站在那裡向我們揮手 我見媽媽不斷地以衣襟擦她的眼淚 這一個是我第三次見媽媽流淚 我們已經走了很遠很遠 再回頭的時候 媽媽仍然站在那裡 見我又回頭了 她立即舉起手 來和我們揮動 我感謝上帝 像給我這樣一位偉大的媽媽 她的延傳身教 影響著我的一生 生活好像個陀螺不斷打轉 壓力如同大山 壓都實在捱不過去 我的人生似乎迷失在茫茫的大海 來聽下中信吧 這裡有很多過來人 如何從人生迷霧中 找到曙光的真實故事 他們可以 你也可以的 中信有聲雜誌 香港生活雖然多姿多彩 但是我從小就不喜歡改變 大學畢業之後只做過一份工 一做差不多三十年 雖然曾經有其他僱主 高薪邀請我轉到他們的公司 但是不喜歡適應新環境和新人士的我 都是拒絕了 建立家庭之後 除了結婚第三年搬過一次家 大兒子出生之後就未曾搬過 同一間屋一住就是二十年 想起這份安穩平淡的生活 其實是天父上帝很大的賜福 而而他亦都因爲這一份安穩 我的焦點漸漸因爲這個城市的匆忙而模糊了 例如為兩個兒子追求名校 擁有的財富想要更多 這些充實的生活 奪去我心靈真正的喜樂 因爲它蠶食了我和天父的關係 自從兩個兒子出生之後 很多心事都只是在討告中匆忙交代 而不是真正交託 也都先有安靜尋求上帝心意的時間 我和天父的關係疏遠了很多 就好像一隻飄到很遠 快要斷線的風箏 便有機會給上帝的話語 成為我的提醒和引導 我對上帝虧欠很多 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承受著很多壓力 我的健康也都因爲壓力響起警號 成爲眼科、耳鼻喉科、苦科、內分泌科等專科的常客 在2019年3月 我最好的中學同學因爲癌症離世了 天父透過她提醒我 什麼是應該追求 在人看來 這位姊妹有美滿的家庭 事業成功 凡事順利 但是我羨慕她的不是這些成就 而是面對死亡無畏無懼 因爲她深知所信的是哪一個 亦都認定兒女其實是上帝托父給我們作管理 所以這位好友能夠欣然地 將兩位仍然在中學階段的女兒 放心交給上帝 信仰帶給她的新生命 曾經帶給身邊的人很多鼓勵和祝福 一些活在沒有盼望 失去人生方向的朋友 透過她的生命 認識了愛我們的耶穌基督 認罪悔改 找到生命的主人 這位同學精彩地走完客旅人生 現在安息於上帝的懷裏面 她的生成是為別人的祝福 她的死有盼望中的平安 都是人生的寶貴樣色 我們在世上是客裡是寄居的 希伯來書十一章十三節 寄居雖然有困難甚至有苦難 但是仍然有使命 特別是信了上帝的人 當活出不一樣的人生 重整人生觀的我 更加體會到我們眼見的所有人 事、物等沒有一樣可以維持到永恆 一切都可以在一瞬間完全改變 既然認定了我們在世上的人生 只是客裡 為何不在世上繁忙勞累的追求中 調整人生焦距 更加親近上帝 重新得著天父賜予的平安和喜樂 我的目標不再是賺錢 享受人生 因為這些短暫的事 不能令我真正的滿足 是要過天父喜悅的生活 體會不一樣的豐盛 在香港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巨變中 經過認真討告 2021年我們全家搬到英國 和大部分新移民一樣 我們要適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環境 找房屋、找工作、生活繁瑣的事 雖然經歷困難時候 然而我在討告中 我身邊僅僅依靠上帝 用更多的時間 每日讀上帝的話語 更加認識他和他的心意 努力按照聖經教導 醒察自己 而且有更多的時間 參與教會的聚會和服侍 上帝眷顧他的兒女 期間他的帶領實在妙不可言 很多奇妙的經歷 令到我更加依靠他 上帝令到我一家人認識了一班 本來素未謀面的香港基督徒 因著上帝的愛 彼此之間真誠相待 互相關懷服侍 好像一個大家庭 在新冠病毒依然肆虐期間 幾家人先後都染病 沒有染病的家庭就幫忙買東西 報湯送溫暖 我們為此感恩上帝 因著耶穌基督 先愛我們 為我們寫命 以及聖靈的光照和鼓勵 令到我們能有這份不日漾的愛 上帝為人所預備的 有時更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我的放射治療科 醫生資格仍然未獲得英國認可 只是想著找一些文職工作 我在土告裡面完全交託天賦 沒想到兩個月後 有英國的專業機構NHS 無意之中看到我的履歷 原本屬民職部門資料 竟然主動打給我 邀請我參觀他們的機構 並表示願意聘請我作為全職員工 在上班之前的一個月 我的專業資格獲得相關部門認可 得到應有的起身點 如果不是上帝私恩 我現在仍然惆怨於找工 雖然獲聘請 心裏面卻不好思想 昔日在香港的時候一樣 工作花去自己八成的時間 每日回到家疲憊不堪 討告之後決定和上司表明 他竟然接納我只是做伴職 感謝天父 給我這麼多時間去親近他 服侍他 想起信主得救的人生實在蒙恩 特別是人生的態度大為改觀 我細數他的恩典 對上帝感恩不盡 我很喜歡聖經這一段經文 甚在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他的判斷何其難七 他的忠職何其難尋 誰知道主的心 誰作過他的謀善呢 誰是先給了他 是他後來常還呢 因為萬有都事本於他 倚靠他 歸於他 願榮耀歸吉他 直到永遠 阿梅 勞馬書十一章 三十三至三十六指 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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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约我的出现 放弃不知怎么的愁吓 可为我有几何想爱 谁待静听我 心中透过 明白我心内 随纳下 谁能为我爱 解开心结 沉溺到真实 爱不爱 由我自欠 如让你的出现 不过消失患众的万事 可为我 想为你受痛苦 预约你的出现 放弃不知怎么的愁吓 可为我 更为你起伤 你可认识我 向我祷告 常为你思念 期待你 你可越紧追 将生归我 无尽爱 一致 永不过 谁问静听我 愿倾听我 心中透过 向我祷告 明白我心内 想要哭 想要哭 成年担忽 谁能替我 耐心不及 解开心 真心度过 沉溺到真实 爱不难 永不改变 如让我的出现 不似一副消失的万事 愿你得到真自由作者文敏 十三世纪末 在苏格兰有一个 叫怀律师的民族英雄 以自己的血肉之躯 以及极其简陋的兵器 对抗不可一世的英国军队 为的只是争取苏格兰的独立 他领导的反抗失败了 但是他在被斩首之前 施心裂肺地 复喊出一个词 自由 大大感动了当时的苏格兰人民 后来 人民在另一位的领导人的带领之下 高哭着英雄的名字 最终赢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 无独有偶 几个世纪之后 在1775年3月23日 苏格兰裔的美国人 派乌克亨利 Patrick Henry 在韦吉尼亚州 姓约翰教堂 发出了让人真龙发挥的言讲 他的一句名言 成为了数百年来 人们的心灵渴望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不自由 不灵死 人类历史以来 多少人甘愿为争取自由 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实在有必要思想 到底什么是自由 有一群的美国高中生 经过讨论和思考 他们吸出关于自由的定义就是 自由就是能够不受约束的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换句说话来说 就是为所欲为 这种的自由观 不仅是那些高中生们 很多成年人都是这样理解的 现在社会再没有奴隶制 所以谈到失去自由 我们就立刻想到坐牢 的确 任何人在牢獄中是没有自由的 犯了人间的法律 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如果没有触犯人间法律的人 还在犯另一个法 就是上帝的律法 人生内就带着罪性 自私 贪婪 守恨 贼道 欺骗 骄傲 人心 特别是那些不肯承认 和不感恩上帝 所以 罪的代价 就是让每一个人一生与罪为伍 并且都有一死 这样的人生 当然是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说到底就是没有自由的 美国有一位华人牧师 前往洪都拉斯监狱全服人 他一开口就强烈的吸引了众受刑人 他说 你们坐牢失去了自由 其实我过去的生活和坐牢没什么两样 你们触犯了国家法律 要受刑 我触犯了上帝的律法 当然是要受死的刑罚 你们看我现在是牧师 但是我在信耶稣之前 我的生命 哪有自由可言 我是从死女逃生出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为了高声 说大话 做了很多卫生的事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我身不由己 以前我对妻子 总是傲慢无礼 虽不想发脾气 好好的过日子 但是在哪里做得到呢 最后婚姻也都没了 无论我多么努力 想经营好我自己的人生 但是更多的是痛苦和失败 失望和牢牢 很多的事情发生 让我真正认识到 我的生命中 是完全没有自由和善良 也完全地印证了圣经的描述 我也知道 在我里面 就是欲体之中 没有良善 人为 腊肢为善又得我 只是行出来 又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罗马书七章十八至十九节 这样 那些让我心灵坐牢的 不可以自由的是谁呢 就是我生命里面的罪 这位牧师过去的人生经历 就是随心所欲 过日子的典型写照 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心灵写照 随心所欲的人生 看起来是自由 实际上 是完全被罪群绑 一本畅销书改变了美国人的命运 毁掉了几代人 这本书就是本杰明斯波克 Dr.Wing Janine Spock 所责写的婴儿和儿童保健 书中畅导 不要因为孩子做错事处罚他们 让孩子自由成长 他们就能够自我发挥 他们的才华 这个与圣经所教导的 真言二十二章十五节 如梦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象 可以远远赶脱 正好相反 结果 现在的美国孩子 完全不将父母放在眼内 上帝赐予父母的权威 当然无存 孩子未成年 就怀孕堕胎 吸毒女见不善 无数个美国家庭的父母 吞世着孩子不被管教的恶果 心灵破碎 生活苦不堪言 美国比全世界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性自由 我的身体我做主 垂心所欲的现代美国 五个人之中 就有一个人因为性自由 感染各种不同的疾病 甚至是绝症 病人终身痛苦 而婚前同居的离婚率 比合法结婚的高出两倍 这一个就是不尊重上帝之道的责佛 心灵身体完全没有自由 在自由的天空下 过着牢獄的日子 自由啊 你在哪里 数千年来 代落的人一直在寻找自由 回到圣经 我们立刻就要高兴富咸 追求自由 其实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上上遵守我的道 就珍视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阿伯拉罕的侯裔 从来都没有做过 谁的努力 你为什么会说 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努力 努力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争自由了 若韩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 要得自由 就必须先认识天父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上帝爱世人 他不愿意看着代落的人类 永远为罪的努力 因此上帝就差遣主耶稣 来到世界上 呼唤人们跟随他 在他的带领之下 重获真正的自由 主耶稣来不是交道我们道德 而是重生了我们 让我们从死亡 罪恶 和阴可露逆我们的事物中 解救出来 并在今生和内世 获得真正的自由 没错 很多重生的基督徒 仍然与罪恶抗争 但他们不是罪恶的奴隶 忍着基督救恩的大能 基督徒可以从 参难 虚荣 骄傲 色情 诚忍 恶恨 自私 及及所有阳光之下 任何罪恶的捆绑当中 解放出来 他一位去洪都拉斯监狱 全福音的华人牧师 最终放弃 随心所用的自由生活 甘心乐意 让耶稣作他生命的主 新的家庭和事业 都降伏在圣经的指导原则之下 蒙上帝恩典 加倍得福 历代以来 数不清的基督徒 以自己的生命 见证了耶稣救赎所带来的 生命自由 很多基督徒甚至 在患难中 都是欢欢喜喜的 正如罗马书五章三节记者 罗马 尼亚 毅恩 波 牧师 亦都因为持守信仰 在1948年被秘密警员拘捕 之后在15年里面 他在监牢里面不断的被敲打 疗效 多次的贫死 监禁期间的殴打虐待 令到他留下了18度深深的伤疤 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当他终于出了监狱 向全世界见证 在最黑暗的日子 他从来都没有失去平安 盼望和对耶稣基督的心灵敬拜 残酷的折磨之后 人们见到的是一位充满信心 力量和宁静的身士 完全看不到曾经的苦难 请你的朋友 不要自弃 在罪里面完全的没有自由 悔改吧 不要再作罪的奴隶 让圣灵来带领 和帮助我们遵守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的生命一天天长大成熟 永远享受上帝的荣耀自由 以福所书六章十至十三节 我还有没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力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熟血气的争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车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熟灵气的恶魔争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终信有声杂志 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狡猾的魔鬼在偷笑 作者 圣果 小孩读四年级的时候 我有机会做学校的义工 和小朋友一起去参观当地的高中 本来以为高中会跟我们介绍校园 想不到 只是给小朋友看了一场他们表演的画剧 一男一女做主持 将所有依索预言的故事连接起来 叫其他的演员来配合情节表演 男主角是古时的依索 女主角就是现今的女孩 画剧都改编成古今两种人物 当面对话的场景 表演到最后 有只动物将男主角拖到幕后 然后就借幕了 借幕之后 这些演员又再次上台 来等台下的小朋友提问 坐在我后面的 有一个男孩突然问男主角 动物有没有吃了你呀 男主角答 我只是演戏 没有受伤 这个男孩居然说 It doesn't matter I want you die 我不在乎 我希望你死 全场都哗烟 这个男主角的面 涨到红了 虽然 大家都觉得这个男孩 很不对 但是 因为后面 跟着有很多的 小朋友提问 所以那些人 很快就将这件事 不记得了 回到家之后 我都忙于家务 都没有多想 这个高中演出 和之后发生的事 直到读到圣经上 上面的话 才醒觉起来 这句经文是 耶和华我的上帝呀 求你看顾我 应吻我 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我沉睡致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 我姓了他 免得我的敌人 在我摇动的时候 起落 诗篇十三篇 三至四节 上帝的话 突然打开了我的眼 让我看到 为何这个男生 会说这些 这么伤害人的说话 在整个演出的过程里面 男女主角的互动方式 就是女的 一直欺负男的 两次将他踢下台 无数次地打断他说话 还给他一些 嘔吐物给他吃等等 画剧的老师 设计这些 可能是为了搞笑 的确 每次观众看到这些 就会发出笑声 无人意识到 女主角做错了些什么 反而大部分的小朋友 在回程的路上都说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女主角 因为他是全剧的中心人物 也是最时尚 这个男子就是想时尚 就好像女主角一样 引人注目 所以很自然 就学他的行为 和言语来伤害男主角 想到这里 我后辈发量 真是多可怕呢 撒旦恶化人的思想 已经到到 润物世无声的地步 这么多人看这场剧 包括很多的老师 就算在场的 这个男子 已经将不良后果 立即就呈现了出来 但是仍然都没有人察觉 这部剧 成功地将主角 应该被追捧的效果 来带到给一些小朋友 根本就没有人察觉到 他的行为 是多么无厉和负面 我紧急地写了一封邮件 给我小孩的单主任老师 请他挽回这件事 对小朋友的一些负面影响 我又写了邮件 给高中的戏剧老师 请他不要再设计 这样的主角 互动模式 发了两次的邮件 高中的老师都没有回复 我心里便就焦急 想着之后 还有多少学校 会安排小学生 来参观这家高中呢 多少八九岁的新养仔 会将这个 伤害别人的女主角 当成自己的偶像呢 我无奈地写信 给高中学校的校长 感谢主 这次终于都收到回复了 校长表示 他们会关注这件事 小鹿科学一回到家 我就逼不及待地抱着他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撒旦的谎言 迷着人的心战 魔鬼用各种方法 来都去抢夺我们的小鹿 所以上帝早就提醒我们 不要紧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敲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比特前书五章八节 感谢上帝用圣灵提醒我 我要立刻来到 去将这个真理 告诉小鹿听 我翻开圣经 叫他读罗马书 十二章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测验 何为上帝的善良 顺存 可喜悦的旨意 我告诉小鹿听 女主角 看来好像受到很多小朋友追捧 但是属上帝的国度 她的行为 是上帝不喜悦的 我们应该追随的 不是世人的反应 而是上帝的教导 我们的人生目标 是讨上帝的喜悦 而不是讨人的喜悦 我小鹿就问 那上帝的教导是什么呢 我又回到去 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 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上帝教导我们是爱 因为上帝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上帝里面 上帝也就住在他里面 若汉一书四章十六节 那我问小鹿 你能够在这一个 女主角的行为里面 看到爱吗 如果有人 用她的行为来去代她 她会愿意吗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 怎样代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代人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救主耶稣基督 本来就是自尊的万皇之王 但是愿意度成肉身 来到世上风餐露宿 被羞辱 受鞭打 忍受最残酷的十字架刑罚 为的就是来替我们赎罪 叫我们有新的生命 这个爱是多伟大 这些才是最应该popular 受欢迎的 弟弟说 多谢妈妈 我以后要经常地读圣经 当然 教育小孩不是一日 一次就可以 如果我们不将小朋友 带到上帝的面前 从小用圣经的世界观 人心观和价值观 来教育他们 他们就会很容易被学校 和社会的坏风气所洗脑 虽然 这个世界越来越背离上帝 越来越多上帝所征护的事 变成流行 但是上帝的旨意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只要我们愿意仰望 跟从祂 祂就会用永远的慈爱爱我们 圣灵就会藉着圣经 来向我们说话 照亮我们脚下的路 不会被这个世界来带篇 写到这里 我已经泪流满面 天父上帝 求你保守这些小朋友的心 不要被这个恶者欺骗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 我最近开始听 中信的有声杂志 觉得不错 有声杂志 是呀就是中信月刊 同步推出的有声版 每一期内容非常丰富 和多元化 包括有感人的生命见证 理性的科学反思 生活处事的智慧 和激励人心的小品 而且播读的声音 还很动听 有没有这么好听 会不会很浪费时间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 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 还可以做其他事 例如开车或者做家务 而且有时用听的方法 更加可以让我投入 去其中的处境 真的? 那我来听听了 我顺便告诉 隔离屋小美 她经常在这儿埋怨 说做家务做得很闷 真是感谢你的推荐 不需要客气 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中信有声杂志 小鸡的故事 作者天歌 朋友跟我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她邻居的家里 鸣了一只母鸡 和几只小鸡 有一天 几只小鸡 从院长的围栏房里面 转到她家的后院 邻居来到她家的院里面 两个人一起 追着捉鸡仔 结果追到鸡仔 从她家家 没有关的院门 跑到街上 街上车来车往 很危险 正在她招紧的时候 她的邻居转头 跑回自己的家 抱来母鸡 母鸡咕咕几声 街上的鸡仔门就回转头 鸡主人抱着母鸡 往自己的家走 鸡仔门也就一起 跟着回家 说完之后 这位朋友感慨 鸡也都子女情长 有天然母爱 是啊 翻开圣经的开头 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万物在她的眼中 看的都是好的 就连动物也都被赋予母爱的本能 爱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上帝就是爱 上帝当然亦次人皆有母爱 并要求人孝顺父母 持爱的上帝更加爱我们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她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她的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上帝的爱子耶稣为了人的死罪 而上了十字架 然后从死里复活 似被凡是信她的人有永生 上帝甘爱我们 但是我们却是不理 不睬 不信 令到上帝好伤感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 好利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走失了在街上的小鸡 如果不听母鸡的呼唤 或者就会死在车轮底下 而如果我们都愿意 在上帝面前悔改 接受上帝的大爱 遵从和效法句 听从她的吩咐和教导 爱人如己 这个世界会是何等美好 有上帝的同在 有永生的盼望 人生又会何等美好 肥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女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终信有声杂志 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最后的祷告 作者 前志困 我的父母含身如虎 将我们五个儿女养大 我是中国恢复高口之后 我家第一个口取大学的 后来在政府的部门工作 成为了他们的骄傲 再后来我和妻子 儿女定居外国 他们虽然不理解 但是也没有阻拦 我向他们传我所信的主耶稣 说这些是我们 讨告之后的决定 他们听了之后 也都没有什么多大的反应 去到外国 我们当时通话费 很贵的国际长途电话 用他们熟悉的事情 继续向他们传福音 说到中国医院 和救护车上高 十字标志 是外国宣教士 在中国兴办医院的时候留下的 说到人是用主耶稣降世的年份 划分为公元前后 又说到周六是上帝 做完天地之后 设立的安息日 又说到周日 即是我们俗称的礼拜日 是纪念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有一次在电话之中 妈妈告诉我听 加上有一个熟人 给了他一本圣经 但是当他读到 上帝毁灭了犯罪的 索多玛城市之后 逃出来的罗德 和他的两个女儿 住在山洞里面 居然那些女儿 就从爸爸灌醉了 并产生了乱伦之后 生了儿子 妈妈就很生气 将那本圣经 扔在一边 不再看了 我对妈妈说 圣经记载的事 不是都是上帝认可的事 相反 很多是上帝 一五一十这样记录来 他所好真护的罪行 2004年的春节之前 我的妻子带着他 在美国大学生 到中国体验中国的文化 过中国的年 在我的爸爸妈妈家 因为言语不通 我的妻子就建议学生他们 不如为两个老人家唱一些歌吧 于是他们就唱起奇异恩典 我的爸爸妈妈非常之喜欢听 旋律触动了他们 有什么原因 学生他们就唱多了几次 爸爸妈妈问 唱的其实是什么意思 我的妻子就翻译这样说 其异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失丧 今被尋回 核眼甘得看见 我的妻子讲到人的罪 讲到主耶稣的牺牲 讲到永生 然后问他们 要不要向耶稣认罪 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 他们都说要 于是我的妻子就领他们 去到楼上的一起跪下 做这个决志祈祷 之后妻子打电话 告诉我这件事 我真是喜出望外 很感谢上帝 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天大的喜讯 是我们最好的孝道 从此之后 妈妈就坚持去教会 但是爸爸偶然去教会 就不再去了 有一次爸爸生了病 一犯病就是狐狸糊涂 竟然满然地在床上高 走到地上高 然后就跌得很重 跌得之后就清醒了 母亲扶起他 就跟他说 你一次次这样 医生也都找不到什么问题 我们不如一起向上帝认罪祈祷 以后坚持去教会 爸爸就答应了 他们就一起祈祷 之后一起去教会 父亲在这个病之后 再也都没有犯过了 母亲喜欢我们后来 给他买的圣经播放机 每一日都听圣经 听其中的圣诗和广道 也都每一日祈祷 我们在为他祷告的同时 也都将我们小家庭 在国外的祷告 需要告诉妈妈听 每一次我在微信视频里面 告诉我们的生活情况 和上帝对我们的赐福 他就说 他一直是为我们祈祷 言外之意 是上帝在听他的祷告 期间 我每年都回到国里面 都和爸爸妈妈一起学圣经 为他们祷告 83岁的爸爸回到天家之后 母亲一直一个人住 我们的几个弟弟妹妹 每一日穿梭来照顾他 陪他一周三次去医院透析 他患了糖尿病将近40年 透析已经近10年 他凡事都祷告 比如装在他颈下面的 透色塑胶管 正常情况下 要两三年换一次 但是他的管子一直都很好 他为此很感恩 因为换管子 也都会是很疼痛的 2022年10月 母亲满染了新冠肺炎 在病危里面 完成医院建议要赶紧送去省石 还有说可能要在路上高就不行了 到了省城的医院 新冠重病症房 没有床位 医生吩咐我们弟弟和妹妹 他说妈妈估计拆不了两三天 我们这边很多人迫切地 为他的医治代讨 第二天妈妈就有了一个床位 妈妈躺起来都无法喘气 她是煎熬之中 隔壁床位的人相计都去世了 我在事童之中 鼓励妈妈要坚强地 等到我们第二年回来 特别是多年没见的孙 感谢主耶稣的医治 两个月之后 妈妈终于出院 2023年的9月 我们带着大学放假的儿子 回到妈妈的身边 陪她过了几日 那段时间 她又在患上感冒 身体很虚弱 我们打算不如去其他的城市先 几日之后再回来 再陪多她一段时间 但是没想到 第二天我们就接到弟弟的电话 说母亲病危 当晚在我们赶回来之后 就离开世间回到天家 教会的追思和安葬之后 我们在华年之中 重播母亲饿病室里面 装的摄录记录 惊奇地发现 母亲在离开人世的 9月8号凌晨12点半 坐在床上高 做了人生最后的一次祈祷 她祷告说 魔鬼一直在折磨她 她实在痛苦 求耶稣将她折去 因为在天上 也都再没有疾病 她在阿门之后 无力地躺下 三个小时之后 录影显示 她又再起床坐在床上高 透不过气泥 没有想到 床头上高 墙上高 分别有三次 有光滑过 有幻闪的 也有从下向上的闪光 坐了一阵的她 又睡下 但是 弟弟说 那些是主耶稣要来接她回天家 我解释 不是光 但是藉着妈妈的讨告 向弟弟妹妹她们说起 人的生老病死 和上帝的救恩 她一日快到中午 弟弟她们将母亲送到医院透析前 做了血糖处理 母亲还亲自吃了饭 当母亲躺下的时候 忽然之间心脏出现了问题 接着就是急救 上帝听了她的祈祷 真是接走了她 一直到火化 她就好像睡着觉一样 脸上高平静安长 因为糖尿病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 她已经很久的时间看不到圣经 只能够一直那样听圣经 没想到她离世那一日 特别是要回到 借给女婿的圣经 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 她的那一本圣经 和她的骨灰盒一起下葬 我在这里将母亲用的圣经 和她一起的下葬之前 翻开过一本圣经 将她喜欢的 诗篇第二十三篇 读在在场的人听 在母亲的追思会上高 我感谢上帝 赐人母亲和母爱 也赐给我和弟弟妹妹 他们一位好母亲 她已经和父亲在天上高重复 近来享受在主耶稣那里的美好时光 虽然在世上高 那一次是最后的一次土局 但我相信 在天上的母亲 仍然在祈祷 中信有声雜誌 与你一起探索人生 否释问题尋找出路 《为什么我是一个罪人》 作者张日平 在教会听广道 有一件事令我反感 牧师说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需要信耶稣 但我是一个证人君子 何罪之有啊? 在香港最近有一宗小新闻 一位美国参议员 威尔逊搭飞机抵达香港 怎知他在行李里里 发现了一支手枪 随即他以无照持有枪械罪名 遭到起诉 但他主动认罪 并解释这个是无心之过 调查之后 香港法庭撤销了对他的控罪 他只需要遵守行为24个月 而涉案的手枪就被没收了 假若威尔逊 理直气壮地说 我这把枪是三年前 在美国华盛顿州购买 在当地持有牌照 何罪之有啊? 相信法官会对他说 威尔逊先生 美国的法律 是那些住在美国的人设定 你现在在香港 就得遵守香港的法规 香港无照持有枪械被捕 最高可处以14年徒刑 以及罚款10万港元 我们在地上必须遵守所有国家的法律 否则就会被判有罪 并要面对刑罚 如果我们要到上帝的国去 就是一般人称的天堂 我们岂不是都是要遵守上帝所设定的法律呢? 在地上 你可能是一个证人君子 但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3章23节 意思就是说 所有人都违反了上帝设定的法律 达不到上帝公义的标准 所以不可以入到神的国里面 你可能抗议 上帝为什么要求这么过分的? 不是的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序里 使所应许的福 因信耶稣基督 归给那信的人 卡拉太书3章22节 因为我们蒙上帝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清义 上帝设立耶稣作管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上帝的义 罗马书3章24-25节 所以只有信耶稣 谁的问题才可以解决的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马 若愿意 请和我做以下讨告 天父上帝 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 你爱人类 曾差显你的独身子 耶稣基督降世代罪 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救我们脱离罪或死的权势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只有借着他 爱才可以回到你那里 认识真理 得着永生 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 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 我试过罪人 如今决定回头 不再走自己的路 愿意一生跟随耶稣 进行天父你的旨意 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 使我信心坚定 同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讨告 或想更多认识信仰 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 电邮是ccm at 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你有恐惧吗 作者 张坤 经常听到一些小朋友 在谈话中会提到 phobia 恐惧这个词 例如怕黑 怕风暴 怕人群 怕看牙医 恐高症 恐肥症 蜘蛛畏惧症等等 女儿还经常问我 妈妈 你有phobia 恐惧吗 想着从小到大 我都有不少恐惧 小时候 怕 床下底 床着坏人 怕 听到打雷的声音 怕死 怕考试 考不好 挨骂 大过了 怕找不到一份好工 怕心爱的人会变心 怕亲爱的父母 有一天会离自己而去 现实社会中 又有多少人没有恐惧 新冠病毒令人畏惧生命的短暂和脆弱 频繁的窗击令人时刻提心吊胆 经济不稳定令到每个家庭人心惶惶 听下大家的谈话中 无不充满了对现实的担忧和恐惧 这些就是现实啊 哪个又可以逃避 人间毕竟不是静土 何处能得享安宁 由古至今 多少人在恐惧中消磨了时光 多少人因为恐惧而果足不辞 但是 如何消除恐惧 恢复心灵的平安 当读到圣经中大位被素罗王追杀的时候 我的心也被提起来 其实他都时时感到恐惧不安 他说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讨我在圣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 箭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诗篇五十七章四节 我在想 那一场是什么的情境 是四面埋伏 如临深渊 如你搏兵 大位是如何应付眼前的危机呢? 他说 上帝啊 求你听我的呼求 則以听我的祷告 我心里发分的时候 我要从地极求告你 求你令我到哪比我更高的盆石 诗篇六十一章一字二字 是啊 他不单只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扭转局面 也不能改变追杀者的心意 但是他专意求告上帝 投靠在上帝 刺旁下的隐物柱 看诗篇六十一章四节 而且他满有信心地说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魂我 我躺下睡觉 我姓爵 耶和华都保佑我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 我日不怕 诗篇三章四字六字 他依旧在逃亡 仍然要躲藏 仍是吃了上顿 没下顿 租人招风 甚至为了性命 装风卖傻以掩人墓 但是他不怕 他知道上帝是他四围的盾牌 是他的荣耀 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 参考诗篇三章三节 何等的勇气 何等的气魄 戒慧面临的危机 远远超过我们每日所面对的 但是藉着倚靠上帝 他度过了一个个难关 最终成为代替素挪的君王 而且世代传扬他的美名 环境依旧 危机四伏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掉头回转 倚靠创造万物的主 因为上帝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 歌罗西书一章十五至十九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而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主子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值着他做的 又是为他做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女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 父喜欢叫一切的风食 在他里面居住 中信有声集志 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荣辱与共 作者白衣 华人在国外犯法刁面 经常见到网民留言 刁人刁到国外去了 没多久以前 有一个留学生 在网上发表 奸杀恐怖的言论 被人找到他是 国内一间大学 一个教授的儿子 可烈这个爸爸 面都被这个儿子雕光了 为何儿子凡事 爸爸雕面 为何同胞获得洛布尔奖 我们就自觉尖光 其实 不需要有血缘关系 就连孝友 同事 同乡 只要扯上一些的关系 大家就觉得 荣辱与共 有不明白的人问 为何上帝要人 荣耀祂 难道上帝 好像人一样 喜欢听人 鲜美奉承 高父万岁 其实不是 耶稣基督说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节 这样 荣耀上帝 是什么意思 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福 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至十六节 看到吗 荣耀上帝不是阿如吹炮 也不同世人直升官发财 离光中耀祖 荣耀上帝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在黑暗的世代发光 被人从我们的好行为 看到上帝的道路 真理 生命 和拯救 上帝看重和我们的关系 愿意和我们荣辱与共 但愿我们亦看重和祂的关系 不单止不羞辱上帝 而且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发光 荣神亿人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光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自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额 我 因为各道 权并 荣耀 存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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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 我们请不吝点赞 我们期待你 我们祈求我们 宝贵的意见 同时 我们愿意为你 cul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